哈喽大家好 我是咱们汉堡帽一带 又到了我们久违的零食分享环节了 先就来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吃到的 我觉得过年很适合囤在家面吃的一些平价小零食 咱们这个嗓子今天有一些的沙哑 我觉得我有时候会冒出一些气泡音 不是我油 嗓子没有主要是 再一块花这个麻花 这个是我朋友安利给我的 然后我给我妈我妹妹我爷爷都买了 都说很好吃 我喜欢吃的是那个鲜榨甘蔗口味 这个感觉有个甘蔗淡淡的甜香 但是又甜的很清爽 每次性吃好几颗都不会腻 而且它里面这种麻花是那种酥脆的 就不硬 我喜欢吃这种咬起来泡泡的口感 外面它这个糖也裹得很足啊 就如果喜欢吃甜的朋友 吃起来很满足 这个感觉这个糖它会比较黏牙 但这个糖它就是很好吃 而且像它这个一大桶还单独包装 吃起来就很方便 不会粘手嘛 过年一大夹子坐在一起 边看电视啊边聊天边吃就很好 而且这个很好笑 就前几天我妹她发烧了 然后这个时候 这次家里面有人发烧 可能都是很紧张的嘛 结果我爸就还很缺心 来的吃那糖盘下去 说要拿麻花吃 不是这个时候你还吃什么麻花呀 你注意防护啊好不好 然后是这个巧克力 因为之前本来是凑蛋卖的 所以它就一小块 但是我吃完它一口 我又立刻激情下单了好几块 用草莓酸乳夹心的 这个夹心就很厚实 所以一口呢 就有巧克力的香味 它也有草莓的酸甜 那这还会有一点那种草莓果 肉QQ弹弹的口感 哇 下次就给我征服了 我今天吃那种整颗草莓果 巧克力的 我就觉得那个口感也空空的 没有这个厚实 也没有这个好吃 这个真的好不好吃 就夹心中和了 那个巧克力的甜 就一点都不腻 忽然还玩了那个 长作无需法省 大科真人的 我看他们说也很好吃 但还没有拿到 不知道具体怎么样 反正这个是真的很好吃的 这个曲奇是上次 我陪我朋友去染头 理发店给我吃那种小临时 虽然那个理发店的头 染的是真的很丑 离谱到我在理发店大声吃 我染了一个丑不垃圾的黄色 然后糊弄我说 你想要的粉色 可以通过这个洗出来 滑天下之大忌 我染发那么多年 没有听说过粉色 可以从黄色洗出来的 那个就是by the way 一下了 但是曲奇是无罪的 曲奇是好吃的 它这种闻起来 饼干的香味很浓 那种比较酥 比较粉 感觉入口就散开了 但是又不会软绵绵的 我就很喜欢那种口感 但是如果你们喜欢 吃那种硬一点的饼干 这个就不太行 这个也属于那种比较甜的 我觉得它吃起来 和那种大牌子的11块钱 就几片十片的那种口感 是差不多的 但它又很便宜 就吃一块钱几十片 冠原摆出来 不管是自己吃 还是招待客人 就是好吃又实惠 不过我只吃了这个蹄子 和蔓越莓的口味 我都觉得很好吃 但是有看到说 其他口味踩雷的 所以你们如果想要尝试 其他味道的话比较重一点 然后是这个板栗人 朋友他买了之后给了我一包 疯狂爱上了 买了一堆 里面就是这种真空的 我很喜欢吃板栗 而且就很喜欢吃这种即食的 因为我不喜欢包壳 之前有买过那种 17块钱一小袋的 确实是太贵了 我觉得 还没吃爽呢 这就没有了 但就真的很便宜 就17块钱四包 里面就是这样的板栗人 口感就软软糯糯的 不会很干 就家常的 所以会比较甜嘛 其实我还吃的挺甜的 所以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它有点淡 或者是那种贼拉爱吃糯食 还贼拉爱吃板栗的 但我朋友他不爱吃糯食 就觉得很一般 可以先买一点来尝尝 不要自己买太多 有时候会偶尔吃到有几颗 它也要干吧 但绝大部分是好吃的 它这个价钱 原谅它呢有那么一些的差错 我已经咳了一天了 我感觉 肺脏被我咳飞出来了 然后来评论一下 我买了这个辣条 它就细细的一小根一小根的 马上就在衣服下来了 这个软软的很嚼劲 像小学的时候我们可卖那种垃圾食品 就是童年的味道嘛 这个辣条是一种咸辣口 它咸味会更重一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它这个爆辣的味道 还没有这个青豆的辣 这个吃起来就是咸的 这个里面还有点辣味 暂时说明一下 我是一个贵州人 我一个山东朋友曾经说过 他再也不会相信贵州人说的不辣 但这个是真的有点辣 还有点油 我觉得它的口感就和那种 吃它长条辣条口感不一样 这个吃起来的话就很像 麻辣炒肉丝 喜欢咸辣烤辣条的 想换一换口感的朋友可以试试 然后这个红掌就来了 不好意思 我前几天没有注意 喝掉了最后一盒 只能无食物表演了 它长这个样子 是我之前封在学校的时候 拿到的爱情物资 当时看他觉得平平无奇 都让我这个不爱红掌的人 就他破了力 开了鲜河 动了心 真的好好喝 它的红掌味是那种很清爽的 喝起来就刚刚好 又很香 但是不厚重 也不会过于的甜 反正我真的疯狂赞美它 我买了很多次了 我妹一个星期都没有吧 就把一箱都喝完了 我妹吃饭嘛 也是和我有点共通点在的 如果像我一样 喜欢喝凉水的朋友 把它在冰箱里面冻一冻 喝起来更好喝 感觉它的甜味更淡了 然后整个就更清爽 回忆起来就很香了 可是我现在喝不到 然后是这个凯里三汤 虽然我觉得不应该在这个年货零食里面 推荐一个方便面 但是我觉得它味道真的还蛮正宗的 不过方便食品 肯定不能完美的复刻当地的味道 我正宗就是 狭义上的正宗啊 就感觉它和我今天去凯里吃酸汤鱼的 那个味道特别像 一定要吃这个经典传统味道 它会更酸更好吃 三包料和一包粉 这个酸汤底就不会有很重的人工调料的味道 这种粉丝就很爽口 但是它有点少 像我平时还会加半把面条进去一起煮 不然就吃不饱 它泡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锅的话就可以泡 有锅的话就可以煮会快一点 就超级的香 不过因为它复刻了那个凯里的味道啊 里面那个鱼香 还是叫香茅的那个东西的味道会比较重 如果不喜欢吃这个味道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它里面有股怪味 但是就很适合在外地的朋友偶尔吃一下 撕面一下家乡的味道 一口面刚吃到喉咙口了 就忍不住要咳 你知道吃这种面 你如果咳出来的话 会不会很灾难 它现在就在努力的抑制住那个冲动 先说完那个酸汤粉啊 最后就再讲一下这个辣子鸡拌面 怎么会有规则能拒绝得了辣子鸡 它这个就很像那个UFO拌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我以前在宿舍的时候贼爱那个四川火锅 这个会更麻更辣一点 不过面就是没有那个的劲道 会软一点 原来就三包料加一个面笔 它这个辣油特别像贵州那种油辣椒 就是辣的很香 泡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很符合我的口味 但是我不太理解它的辣子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家辣子鸡可能不是这个味道 而且它这个盖子设计不太合理 就是你这么盖在这上面 然后你倒水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心 不然的话就像我一样打翻掉 当时呢又忘记了我打翻了一般这个事情 又把调料全部都放了 就有点咸 结果我朋友吃的时候呢 又没有注意它是拌面 又被它泡掉了 又有点淡 他当时还跟我说开始享用 你在享用什么呀你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它是汤面的话 我为什么会把它弄到在那个洗手台那里 所以其实那天我们俩都根本没能享用 还有零食分享 拍完就吃饱了 好了 这些视频的话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